长城和曲双双 长城从东游记中温温而咬的寒香子 到新三国底英明神武的大将军吕蒙 每一个权策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相比丈夫 曲双双也不成多让 在校期间就因为清新脱俗的外貌 和具有个性的演出风格受到关注 在电影跑出一片前中展现的演技 也获得了众多业界人士的鼓励和肯定 傅成鹏与成素 傅成鹏低调平时 对待家庭和感情一心一意 饰演角色以君女题材和叠战题材正能量形象为主 妻子成素 出身也离世家 在戏里经常扮演君女霸王花 走下屏幕却是个温柔低调的平常女人 同丈夫一样做公益性爱心 低调不着扬 浑身充满真能量 刘晓杰和徐鸿浩 没想到吧 他们两人竟然是夫妻 2009年刘晓杰与徐鸿浩等级结婚 2010年两人的爱情结晶 米豆诞生 米豆一个多月的时候 一家三口在2010年的冰室睡着的水中共同演出 高兴和王亦南 高兴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二豪一直想有音频暖男的称号 当初与王亦南两人阴气结缘 不认识之初王亦南原本将高兴介绍 给自己的好友 但高兴却喜欢王亦南 还说 你要是过了30岁了还没结婚 我娶你 王亦南再一次十亿外坠马 高兴放弃当起步的事业 照顾王亦南八个多月直至康复 也因此未能爆红 却收获了一份不离不弃的爱情 胡诺尤和陈 其喜欢看杠剧的观众应该认识他们 两人都是TVB领熟的配角 两人想练七年 在2009年两个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遇有两个女儿两儿 少风和刘欣 曾主演过多部影视剧 表演工地扎实 气质沉稳大气 颇具寒阳 更是如今流行的成熟大书饭 刘欣生活中的她的好爽 健谈 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是一个非常大气的女人 阅读十瓦家文章内容 不代表UC平台观点 对我们来说 呢